快見師傅 大家有女 歡迎大家收看風生水氣精毒班 師傅,我終於明白你了 你明白我? 我愛人認識過十幾年 都不太明白,你這麼快明白? 我明白為何你出街的時候 這麼突然不理人 因為現在出街 每個人都像摸我一樣 原來給我一手摸摸他們 特陣幾句 你最初應該摸多些人 摸索才對 你不跟我摸了二、三十年 摸都沒有興趣了 即是現在可以摸多些嗎? 你現在要摸,我就不要摸 千萬不要叫我摸 繼續,不要叫我摸 即是我現在可以摸多幾年嗎? 對,摸多幾年之後 摸到厭了,就不要摸了 那好吧,你快教多些我們的東西吧 好,立即教吧 又要教,真的很大壓力 張堂,我們說到手指公 好像說了一半 是的,現在繼續 好 手指公來說 我們首先要知道 這隻叫做金星子 第二隻叫做木星子 第三隻叫做土星子 第四隻叫做太陽子 第五隻叫做水星子 我們慢慢會教下去 首先說金星子 金星子是我們的大母子 標準長度 我們看手指 原來這個叫做第一節 這個叫做第二節 這個叫做第三節 金星子也一樣 這個就是第一節 這個就是第二節 其實還有第三節 就走到這個手板裏面 我們當金星休體 所以就不說 所以這個第一節 這個第二節 它標準長度 到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的中間線 叫做合格 長是特別合格 短是特別不合格 長到多少叫做太長 短到多少叫做太短 如果金星子長度 好像去到第二第三節 中間叫做超長 那你不要以為越長就越好 原來這個世界 沒有說什麼都是 越長越好 或者越短越好 原來標準多一點就行了 因為如果金星子夠長 代表人有決心 當他決定一件事 無論成功或者失敗 都夠膽去嘗試 這是第一個條件 有人經常問我 蘇師傅 我炒股票行不行 我說行 輸了成富身家 當然行 沒有說不行 只是贏定輸 那你怎知道 人家有沒有投資的資格 原來你有沒有投資的資格 第一件事看金星子夠不夠長 如果你發現金星子不夠長 全富身家 買了藍籌股等收利息 千萬別人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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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就變投機了 因為為什麼金星子不夠長 不可以學人投機呢 因為決心不夠 可能賺少少 他就很開心 賣光了 一跌 輸到變長子 他還放在家 所以記住 金星子不夠長 投機不行 那做生意行不行 行 預備倒閉 即不要做生意 原來金星子 如果短 就做什麼都不成功 如果金星子短 但是你手掌很白 手掌白是運氣好 原來金星子短運氣好 可以黏著人家一起合作做生意 那你就做內部行政的事 不要做一些決斷的事 那你就可以掩蓋了你的缺點 因為金星子短是決斷慢 所以記住 長是容易成功 短很難成功 很難成功就一味靠之了 又或者很多打工的人 問我 師傅我想出來做生意 我說試 你是遞了一封辭職信 然後想想 然後問老闆拿回一封辭職信的人 都猶豫不定 是的 金星子短人決定了都會改變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金星子 只到這個位置 叫做好短 那你就不要心大心勢奪心水 一輩子打工了 因為你沒有這樣的才能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制御 那如果投資低風險行不行 我剛才就說了 凡是金星子短的人 你不懂得投資 又不夠眼光 又不夠定力 全部買藍籌股收利息 好過存錢 存錢只有零點多利息 是的 所以記住了 金星子很重要 一定要夠長 不到第三節的中間也好 短一點點不怕 因為有時候人們是 到這個位置 這樣也不是太短 總之不要到這條線就可以了 哦 那就知道了 繼續 好 長的金星子 有缺斷力 又不用長得那麼厲害 我畫畫誇張一點 給你們看 那你就知道了 標準是到這條線的中間 長的不用解釋了 短的 這個就對了 真的到那麼短 你們有 我們沒有 好像我們上次度過 我也偏短 但我沒有那麼短 是嗎 偏短 是的 凸了一點頭出來 我們每個都夠長的 你這樣做不行 不要說他這樣 千萬不要這樣度 嘩 你看我多長 是的 魔老師 記住 不要騙自己 首先我正常動起四隻手指 然後拍過來 你看我都是勉強夠長的 對 那發現不夠長怎麼辦 因為我自己會看相的 我發現我個人是不夠決心 都不是很夠 對不對 那我就要堅持自己多些決心 死就死了 試了一次就算 那就靠後天改變先天的缺點 但大部分人做不到的 因為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知道自己有缺點 是不是 第二件事你要承認你的缺點 這個很難 這個很難 第三件事你要改一個缺點 原來改一個缺點要五年時間 所以記住 不是很容易改的 性格 改一個缺點要五年時間 是的 要堅持很久才行 很多人你想有決心 慢慢又會動搖 又會動搖 人是不停動搖的 所以手指弓短的人容易動搖 就算改了也不會長回 不會長回 不過你腦子是控制到你的思想的 這個是反映你先天的思想 沒有反映你後天的思想 有一個好笑 說你也不相信 剛剛昨天 新鮮滾熱辣的例子 一日來算命 兩個人 同一個年月日時間 是不是很奇怪 同年同月同日 同時我以為 有一個是遲到 那隨便給我一個八字 那我說 他今天預約了Double appointment 不出現 原來等於再來真的第二個人 那原來兩個人的八字一模一樣 還有一個人是 有人取消 他今天是攝毀的 即是攝都攝到 同年同月同日的人 在一起 但是八字一樣 命運是否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記住 八字一樣 如果照八字是準的話 命運是否應該一樣 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 一個的眉是很差的 一個的眉是很粗的 微粗的女人 為什麼 微粗的女人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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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看我們風生水在面上 微粗的女人 會嫁少婦 這麼簡單 他一個女人的眉毛 很疏 很幼 很差的 原來他就像個命 因為他的命叫暗夫命 很難嫁得出 暗夫的意思是 常常認識一些有老婆 有女朋友的人 原來他的情況 現在就是這樣 嫁不到 第二個客人 他眉很粗 好像鑊老一樣 嫁了一個少婦 老公大約幾個月 這是什麼意思呢 是後天環境的培養 可能影響了命運 所以記住 先天是注定一半 後天都很重要 後天可以改變 後天可以改變 靠你的意志力去改變 是不是好笑呢 同一天 同一天八字 這個還有一個例子好笑 說廢話 好啊 我看一個金融公司 兩個經理坐同一間房 兩個經理 一個是紐西蘭人 一個是英國人 兩個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同時調去那間房 在那間公司工作 同時升職 你說是不是很奇怪 一個紐西蘭人 一個英國 所以你做人最多久 很多怪事 對呀 這麼巧 所以就說一半是命運 那個人 同樣調來香港同一個公司 就是命運 那我今天 昨天的例子 就是同一個八字 他有不同的命運 一個有老公 一個沒有老公 所以記住 一半先天 一半後天 看獎來講有個好處 他主要看你先天的優點 和缺點 那你如果發現有缺點 那你如果發現有缺點 不要講 我是這樣的 沒有得改 那就沒有得救了 那你做回自己 那如果不想做回 有缺點的人 就盡量去改 那就繼續了 廢話講完 這個金星寺第一節 就講缺短 第二節就講考慮 那人人都是第一節短 第二節長的嘛 你看就知道了 這個叫第一節 這個叫第二節 第一節呢 十個著十個都是短過第二節的嘛 原來第二節是一件事考慮的時間 第一節就決定 所以大部分人要考慮很長時間才決定得到 這個是正常的 那如果相反 你發現第一節長第二短 第二節短 那怎麼辦 那沒考慮就做了一節算 很衝動 就是性格衝動 撞板多於吃飯 那當然最好就是第一節和第二節 就是均等長度 不過以手指的骨折來講 是不會出現的 一隻手指都是的 第一節就短過第二節 第二節短過第三節 正常的差不多二分一 二分一 二分一的長度來的 繼續 這個鳳眼 小時候媽媽都哄得很開心 是啊 我也有隻鳳眼的 我也有 他說有隻鳳眼 又有個美老婆 女人有個美老公 那我就天天研究人家 你老婆老公美不美 就研究這個鳳眼 誰知道娶到老婆醜得很厲害 老公成個電車男 原來都可能有鳳眼的 所以記住不要被他碰到 接著印度古代掌相 就說女人有鳳眼 就不會刻膚 都是這個古代統計不夠的原因 所以記住這個鳳眼 我發現沒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我現在發現就是有鳳眼沒有鳳眼 跟他婚姻都沒有關係 本來他經常講婚姻 就是不用理會 廢話都講講這個意思 OK